推动终身学习的理念 高雄凤山讲堂也希望能够达到多元化学习的目标 为了让都市人有更多学习的管道和空间 人间大学凤山分校目前开设近30种不同类型的课程 因应不同年龄层的学习需求 这天星期四的课程就开设了8项课目 而师资更是一时之选 聘请到专业的讲师或艺术家来亲自指导 在书法班就聘请了高雄市书法学会理事长林振峰来教学 针对学员不同的程度给予不同的个别指导 这个班级比较特殊 不是说固定每个周开学的时候都是全部新生 我们这个不是 因为都是有老生旧生一起重复在学习 所以每个那个程度都不一样 那每个程度不一样 老师在教法上就没有办法去统一去教 就造成比较有些困扰 那基本上我们就是英才施教 其实呢 学书法是要靠自己去练习 是这样子 没有一种天生就会的 那就靠勤劳 那有些学员学完以后 他回家去了以后 他还在家里他还会自己去练习 他一个礼拜我们一个礼拜上一次课 可是有些人他上一次就停了 停了一个月再来写 所以他进度是比较慢 那有些人回去以后 他每天晚上都会补写 所以他进步是很快 那像这一种作品是本身 我们书法有四种字体 基本上是四种字体 形书 草书 钻书 历书这样子 那我个人比较喜好就是形书 形书它的笔法从王岐义这边 流传出来比较甜美 比较艳丽这样子 所以它的整个架构 非常活泼 非常秀丽端庄是这样子 书法是由纯粹线条来表达的艺术 而呈现方式不论为何 透过写书法的过程 一定能达到养性的功用 动中有劲 学习正确的书道涵养 法界新闻五庸曲 高雄采访报道